音樂 我想這個戲最重要的是我們對導演都很有信心 我們相信導演都會給我們很好的發揮的機會 那麼我這個戲裡面現在是男裝 man i have two different roles 我現在是剛剛進入片場 因為我才開了四天的工 那所以大致上是怎麼樣拍我還是不太了解 可是當然了武俠片 而且我的角色是一個非常武俠方面非常高的一個人 所以我在這部電影裡頭都會打很多 而且就是因為我曾經在香港拍過幾部武俠片 那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不太困難 SBS出賣了 謝謝 那個角色都挺有趣的 因為我以前小演古裝 而這次是有機會做一個公主 但是一個公主的身份比較特別 因為不是普通的公主 是在王宮裡面的公主 是一個洛蘭公主 還有一些神經質的 韓國的朋友經濟很多 為何韓國人一般都找到沒有 暫時沒有 但我希望短期內會有機會去 其實我自己都是在等這個機會的 那希望在短期內有機會去一次韓國 所以我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從來也沒有把自己分類 沒有說我是什麼樣的演員 反正就是演員 但是可能是因為我演過 比較多不同的角色 給人家的感覺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謝謝韓國對我的評價 為什麼會有一個很有個性的外號 就是因為我本人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的演員 人家就說是很有個性的演員 我平常如果有看過戲的觀眾 應該知道我不是接很多群戲的 那這一部戲我是完全信任導演 所以我才會接 兩週年過生日 我先在這裡恭賀你們生日快樂 然後長長久久這個節目越做越好 然後另外呢 我就是很久沒有來韓國了 我相信你們都一定很想念我 我會盡快地來跟你們見面 你們不要把我忘了 我曾經好像你一樣 一心打天下 以我可以丟下一個女人 有些人是會離開的 才發現那個人是忠孽 就算是不可思議 就算是不可思議 你猜測了 我可以當你不可思議 你能不能夠思議 有些人是否有的 你會不會生氣 就算是不可思議 你怎麼知道我回家的時候才發覺 他變成一種惡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